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陈情令已经开播五年了五周年庆青山绿水间 粉丝情异常 没想到陈情令已经开播五年了 这部剧几乎每年都会上一次热搜 除了博军一销CP粉高兴的到处蹦达 肖战、王一博两位男主毫无交集 貌似也不想有交集 可以不提肖战、王一博的粉红泡泡 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俩是靠陈情令爆火到现在 俩人目前的发展也高低不平 王一博是爱豆出身 主持过天天向上一度是背景版 走红之后待遇不一样了 这两年电视剧、电影拍的不少 虽说在粉丝心中王一博已经是全能艺人了 但是少了主流奖项的认可 不能算作实力派 所以在白玉兰奖提名出来后 粉丝拼了命的要给王一博争一个名分 可惜效果不怎么样 还丢了路人员 王一博还是闷声拍戏吧 兴许能正点口碑 肖战是水电影朱仙后 拿了金扫帚奖没去领 就再也不拍电影了 肖战知道自己的舒适趋势电视剧 除了庆余年视配角外 肖战的每部剧几乎都是男主 年代剧和偶像剧都有出演 看得出来肖战是有努力向主流靠拢 总的来说俩人都是流量赛道的艺人 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未来发展如何 还得看艺人争不争气啊 陈情令五周年庆青山绿水间 粉丝情异常 在五年前的今天 一部名叫陈情令的剧集如一颗璀璨的新星悄然亮相 迅速捕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 转眼已是五年 粉丝们依旧对这部剧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当年 剧中的青山依旧 绿水依旧 吸引观众以不变的热情守护这份美好 五年间陈情令不仅是剧集本身 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同样值得玩味 从博军一销的情谊 到粉丝社群的激情支持 无不展现了一种文化的力量 这份力量在岁月的洗礼下不减反增 而粉丝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更是这部剧所带来的一大亮点 在网络上 五周年的祝福和纪念活动如潮水般涌现 没有多少作品能像陈情令这样 即使过去了五年 依然能激发出如此强烈的热情和创造力 各类美图 同人文 视频剪辑不绝于耳 展现出粉丝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忠诚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影视作品 更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它教会了我们关于友情 爱情与牺牲的深刻意义 而这些正是使得陈情令 超越实体的魅力所在 这恐怕也是支持者们始终不离不弃的原因之一 所以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不妨放下繁忙的生活 再次与蔚蓝 肖战一起 重温那一段段扣人心弦的经典 未来的路 或许还很长 但只要心中有爱 青山绿水之间 我们彼此的故事依旧可以细水长流 毕竟 正如粉丝们常说的那样 我与夏丰皆过客 唯愿博肖揽星河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